台式新聞看世界來關心 一架美國新南航空波音737客機 持久號從拉斯維加斯起飛 要前往奧克拉河馬市 卻在途中因為不明原因突然急速下降 來到距離地面不到160公尺的高度 低空飛越住宅區的上方 還觸發了飛機高度過低的警報 也嚇壞當地民眾 住宅區上空突然出現一個藍色光點 距離建築越來越近 換個角度一看竟然是一架飛機 募集這一幕的民眾驚魂未定 美國西南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機 19號從拉斯維加斯起飛 要前往奧克拉河馬市 卻在途中因不明原因突然快速下降 來到距離地面不到160公尺的高度 低空飛越一個住宅區的上方 還觸發了飛機高度過低的警報 嚇壞當地民眾 客機飛行高度突然下降引起航管注意 還發出警報詢問狀況 索性最後飛機迅速恢復高度 在盤旋多圈後順利降落奧克拉河馬市機場 沒有造成任何人受傷 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正在調查事發原因 根據外媒報導 4月有一架西南航空班機 在前往夏威夷時突然奏降 差點撞進太平洋裡 加上最近波音客機狀況頻頻 飛安拉警報也令人膽戰心驚 張宏藤變異